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民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民之下 他也曾叠血公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炸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 王绝人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接扫鲜花便利愁 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五月楚 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财政见底 德宗朝廷面对破产 侵入虎穴 马绥放话 长春成夏 马绥告诉徐庭光 说我要绕过你的城 攻打李怀光 你别动 徐庭光啊 听懂了 马绥的这个计划 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的办法 也是帮助他徐庭光 摆脱两难处境的最佳策略 徐庭光和左右将士对视野 随即异口同声 大喊了一声诺 李怀光的末日就这样降临了 8月10日 马绥与魂间 韩尤环等部呢 绕过长春宫 劲底焦丽堡 今天的陕西河阳县南侧 该城守将 魏归当即率守军700人望风而降 当天夜里 李怀光得知官军已经到了眼皮的底下 慌忙命人燃起风火 可驻扎在河中附近的各部兵马呀 却始终没有人举火响应 所有人都意味着这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次日 徐庭光料定李怀光败王在即 于是乎呢 下定决心归降 其步众大声欢呼 从今往后 我辈 又是天资沉民了 8月20 马虽率领各军迅速进地黄河西岸 河中大孔 城中将士早就厌倦了这场战争 于是乎呢 惊慌奔走 继而谣言四起 一会儿说西城已经投降了 一会儿又喊官军进攻东城了 片刻之后 河中城上纷纷打出了写有太平字样的旗帜 这是什么旗啊 哼 响旗啊 哎 最后的胜利竟然来得如此的不费功夫 让马虽等人颇有些喜出望外啊 而与此同时 一直心怀侥幸苟延残喘的李怀光 终于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打一个结 然后把脑袋伸里边结 李怀光上吊的那一天 一向反对他发动叛乱的长子李璀 亲手杀了两个弟弟 然后自杀 河中大将牛明俊 砍下李怀光的手机 率众出乡 马虽就这样 兵不血刃的进了河中城 从他离京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了27天 也就是说 只要再过三天 他的部队就断粮了 而与此同时 河中城内尚有守军一万六千余人 假如他们拼死抵抗 马虽非但不会这么快取得胜利 而且还会因两想不计 而被迫撤退 倘若如此 这场战争的结局 那可就全然不同了 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马虽最后入聚河中城的军事行动 虽然说是一场兵不血刃的完胜 但同时呢 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险胜 马虽进入河中之后 将死心塌地的追随李怀光造反的大象 颜艳等七人呢 全部的斩首 其余将士一概不问 至此 河中之乱 宣告平定 在李怀光败亡之前呢 也就是这一年六月份 幽州的朱涛在惶惶不安当中一病而死 其麾下大将刘鹏 在不重的拥戴之下呢 接过了军政大权 七月 朝廷任命刘鹏为幽州卢龙截度使 九月 刘鹏又患病身亡 德宗随即下诏 任命刘鹏之子刘济代理截度使 也就是说差不多与河中平定的同时 作为叛乱重灾区的河北 也算是孝廷了 接下来 德宗朝廷要对付的最后一个敌人 就是自称处地的李希列了 其实随着各方叛乱的相继平定啊 势穷力孤的李希列 分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了 这一年岁末 让德宗李阔望眼欲穿的四方共赴 也就是钱博啊 总算陆续入了京 濒临兵溃的帝国财政 也终于渡过了危险期了 可问题是粮食还是极度短缺 德宗李阔啊 还是要眼巴巴的等待着江淮的草米 甄元二年 公元的七百八十六年春天 已成强怒之末的李希列 又对乡州郑州 采取了几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但是都被当地的官军给击白了 自此 李希列是一蹶不振 兵士之促 四月初 一支消沉的李希列又感染重病 其麾下大将陈仙奇 所以买通医生在李希列的药中下毒 把他毒死 随后陈仙奇发弄兵便 将李希列的妻子 儿子 兄弟及全部家属都给屠杀了 最后宣布 归顺朝廷 四月末 德宗下诏 正式任命陈仙奇为 怀西节度士 这怀西原名的就是怀宁 总算是四方叛乱 一一平定了 但问题是 德宗李阔却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禁军将士这些日子都只能喝西饭了 而且据主管梁仓的官员奏报 过几天连粥都没得喝了 只能喝西北风了 这禁军将士就开始骚动起来了 一部分兵士 甚至跑到大街上 丢掉头盔扯掉头巾 对着过往的行人大声嚷嚷 朝廷把我们弄到军营里了 却不给发粮食 这不是把我们当罪犯了吗 眼看着警示之变 又要在自己眼皮的底下冲演了 德宗李阔急得跟热锅上的麻衣似的 每次上朝 头一句问话就是百官 江淮草米到了没有 可遗憾的是 李阔每次听到的都是死一般的沉默 没人知道江淮草米什么时候能到 就在德宗君臣等得花儿都快泄了的时候 终于等到了李密从陕州发来的一道 夹急奏章 韩晃发送的三万湖米已经运敌陕州 不日即可转运入京啊 这一刻呀 那李阔激动的都快哭了 拿着那道救命的奏章 情不自禁跳了起来 亮亮呛呛的跑到东宫 对着太子李宋大喊 米已至闪 无父子得胜意 噩梦过去了 所有的噩梦终于都过去了呀 德宗李阔感觉直到这一刻 真元这个年号所象征的 匹急太来 遇火重生的寓意 这才开始得到了应验 没错 朱凡之乱平定了 财政危机过去了 可是大唐帝国 真的已经匹急太来 遇火重生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首先需要追问的是 引发朱藩叛乱的那些个 根本因素 是否已经效果了 似乎啊 是为了给这问题提供佐证 真元二年七月份 怀西兵马使吴绍成 再次发动兵变 杀了毒死李熙烈的主谋 陈仙奇谋取了兵权 自立为留后 据说呢 吴绍成啊 生性狡猾阴险 却是李熙烈生前最宠信的大将 他之所以发兵诛杀陈仙奇 是为了给李熙烈报仇 可不管吴绍成 启示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朝廷来讲呢 他的行为 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兵变 这个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可问题是面对 拥兵自立的吴绍成 德宗李阔 又会采取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德宗李阔很快就发布了一道诏书 任命 钱王李熊 德宗第四子 为怀西节度使 同时任命吴绍成为怀西留后 这什么意思 明摆着 德宗妥协了 所任命钱王为怀西节度使 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一面遮羞布而已 因为啊 这钱王他不可能实际到任 仅仅是名义上的姚岭 那既然是姚岭 那么怀西的军政大权 当然就稳稳当当落在吴绍成手里了 至此我们终于发现了 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5月开始 因为德宗对成德李维月开刀 而引发的这场诸藩大叛乱 在经历了五年的战火洗礼 并且席选了大半个帝国之后 与其说是以礼堂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还不如说是以德宗李阔的妥协退让 而草草受场了 我们还记得吗 这场诸藩大叛乱之所以爆发 原因有二 一是诸藩的目无朝廷和自带自专 二是德宗的锐意忠心和志在肖藩 可是这场叛乱又是如何终结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认了 诸藩自带自专的合法性 恰恰是德宗放弃了他的忠心之志和强硬立场 这一切正在宣告结束啊 相对于这场大叛乱的起因 这种终结的方式真的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们可以想象 倘若魏博的田须刺杀田月 拥兵自立之后 倘若幽州的朱涛病死 刘鹏自立之后 倘若怀惜的陈仙琦杀了李希列 吴绍成又杀了陈仙琦之后 德宗仍然像当年拒绝李维月那样 拒绝承认他们 那么叛乱能就此终结吗 战争能就此平息吗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这一场战争的结果来看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帝国 唐帝国 表面是胜利了 可德宗企图维护的帝国 刚继朝廷尊严 以及他本人仕途树立的强势天子的形象 却在无形当中一一的丧失了 另一方面 那些起兵叛乱的藩镇首脑是兵败身死了 可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尊的这套规则 本身却毋庸置疑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 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当中 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比如德宗李阔真诚的罪集 比如谋臣李密 陆志 审时夺势的智慧和掏掠 再比如猛将李胜 魂奸 马随等人的御生死 舍生忘死 御血奋战 我们也不会否认 在历经安史之乱和朱藩之乱的重创之后 德宗的妥协退让 毕竟为帝国换取了一个休养生息 重建家园的机会 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德宗初年的锐义削藩 换来的只是帝国的生灵涂炭和漫目创意 李唐朝廷不顾一切与朱藩大动干戈的结果 也无非是让帝国再次回到了带宗时代的原点 藩阵之乱的根源并没有被铲除 而朱藩费力自专 拥兵抗命的局面 也并未得到一丝一毫的改善 换句话来说 此时的大唐帝国 依旧是层层太阿道吃 遍地交兵汉奖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 所谓的真夏起源 脾气泰来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除非未来的德宗里阔能够重拾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和忠心梦想 否则帝国的臣民 又怎能真正享有归为已久的太平 真元二年秋天 历时五年的朱藩之乱终于是尘埃落定 可德宗里阔还来不及享受一下久违的安宁 西北边境就传来令人心惊的战报 战报说 吐伯宰相尚结在 悍然发兵 大举入口静州 隆州 宾州 宁州 宁州等地 大肆落略人处 强行收割庄家 一致边境骚染 各州县末之能御 纷纷必成自保 内忧方平 来换忧起啊 这大唐帝国真的是永无宁日了 接到战报之后 德宗匆忙下招命 魂间帅一万人 洛元光帅八千人 即日进驻咸阳 以防吐伯趁势入寝关中 九月中旬 吐伯前锋的游戏兵 果然深入到了浩志 就是今天陕西前线西北一带 距离长安仅一百五十里路 德宗大为阵控 慌忙下令京师戒严 又派左金吴将军张献福 开赴咸阳 加强防守 虽然陆续派出了三个大将 驻防长安门户 但是二十多年前 也就是戴宗广德元年 吐伯入寇长安的一幕 还是不断在德宗眼前闪现的 当年的历史会重演吗 德宗害怕了 几天之后 长安坊间忽然谣言四起 说天子李阔已经备好了精装 带齐了干粮 准备随时逃离长安 再向其应意识到这样的传言 不会纯属空穴来风 赶紧入空见德宗 说皇上 坊间流言纷飞 都说您打算离开京城 现在整个京师 已经是人心惶惶 皇上啊 两年前您寻姓奉天 虽有幸得返长安 但这样的福气 还会有第二次吗 晚望皇上三次 反事与臣等商议之后 再做定夺呀 说完其应是贵夫在地 替泪交流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坊间之所以流言汹汹 当然是因为德宗 已经动了逃跑的心 而且确实他已经吩咐了宦官 着手准备了 其实德宗这么做 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如果说唐军将士 能够阻恶土博人的兵风 那么他可能呢 想去的那种 是吧 丢际京城四处流亡的生活 他不可能再想了 一想的流亡 两年前仓皇慈庙的酸楚 不禁再度涌上了 立阔的尽头 其应说的没错 如果说轻易放弃长安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 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来 慈存良久 立刻终于听从了其应的劝谏 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九月下旬 上杰战亲率大军 递进千城 今天陕西的拢南县 南侧 冰封直指凤翔 时任凤翔截度时的李胜 决定在千城打一个伏击战 杀杀脱拨人的威风 李胜命麾下永将 王毕挑选了三千精锐 让他在土部大军的 必经之路上埋伏 他出发之前 李胜对他面授记忆 说敌人进入伏击圈的时候 你不要打他的仙头部队 把他仙头部队给他放过去 然后因为敌军主力 紧跟着就会杀盗 你打仙头部队 你肯定抵挡不住 所以你要让他的仙头部队先过去 等到军武色旗 穿虎豹衣的部队过来的时候 那才是他们的中军主力 你出其不意的发起攻击 一定会大获全胜 随后王毕遵照李胜的计划 果然把土部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土部中军被王毕的伏兵 打得是晕头转向 大白而逃 由于唐军将士都不认识尚节战 他才得以在混乱当中逃出一命 若非如此 这个堂堂土部宰相 恐怕这一仗就挂了 逃离险境之后 尚节战又惊又怒 对左右说 唐治两将李胜马 虽魂间而已 当一计去之 用计策把他们除掉 数日之后 上节战重新集结两万余人的军队 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境内 令凤翔军民大为诧异的是 此次土部人居然一反常态 一路上军令严明 对唐朝百姓是秋高无范 抵达凤翔城下之后 上节战并不攻城 而是亲自跑到城门口 对着城头上的守军大喊 李令宫 就是这个李胜啊 中央官制中书令吧 所以叫令宫吧 李令宫竟然以密信照卧前来 为何不出来迎接犒劳啊 城上的唐军将士 摇头脑不知道上节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们随即把上节战的搞怪言行 给李胜做了禀报 李胜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上节战玩的反间计啊 不过这反间计说实在的啊 玩的有点太幼稚 是不是啊 too young too naive 太幼稚了 太拙劣了 李胜告诉将士们 大伙坚守不出 你看他还能玩什么 上节战的凤翔城下扎营住了一天 第二天一看 城上守军的守备森严 显然对他这个略显小儿科的 计策无动于衷 上节战很失望 可是又不敢呢 发动攻击 只好下令全军撤退 折往宾州庆州一带继续游掠 有来无往 非礼也 上节战给李胜来 历次亲密问候李胜 当然有所表示 10月初 李胜再次派遣王毕等人 率不齐五千 直插唐土边境 目标是齐齐土博人的军事重镇 崔沙堡 今天宁下的海源线 10月中旬 崔沙堡的土博守军得的情报 立刻出动两万人迎击 与王毕的唐军呢 展开了遭遇战 却被王毕打得大败 王毕率部乘胜追击 一鼓作气攻克了崔沙堡 斩杀杜布大将 护区律西蒙 将堡内的这个囤积 所有粮草和物质呢 全部都复之一具 随后全身而退 开宣回国 上节战士万万没料到 他在唐朝境内 抢的热火朝天 李胜却趁其不备 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子 还把他几年来 从唐朝掠落的东西 全给烧了 上节战知道后方战败 军心必然浮动 只好率部北撤 10月17 上节战撤到了河水 今天庆阳县东边 当晚在河水北面扎营 此时的上节战 当然不会知道 已经有一只唐军 在夜色的掩护下 逼近了他的大营 这是濒宁截度使 韩尤环派遣了一支 齐齐小分队 就在土博人呼呼大睡之际 唐军忽然杀入营中 片刻之间就砍翻了数百人 等到土博人回过神来 唐军又忽然撤退了 一下子消失在夜色当中 上节战大怒 立刻集合部队出营追击 此刻 韩尤环已经在不远处的 一个叫平川的地方 摆好了阵势 而且命人携带大量战鼓 藏在西面的山谷之中 上节战大军追到平川的时候 才发现唐军已在此严阵以待 而且西山又突然响起 隆隆的战鼓 上节战担心中了唐军的埋伏 慌忙是调转码头 带着部众连夜往北跑 把此次入扣所裸掠的 这些个粮食财博 全部丢弃在大营里 看来土博人也并没有 传说中的那么强大 这是李胜和韩尤环 不约而同得出的结论 真元二年冬天 韩尤环奏请德宗 要求主动出击土博 克服不久前 被土博人占领的严州 下州等地 同时要求马随何东军 配合出兵 攻击土博人的侧义 德宗当即准奏 马随魂间洛国元光等人 联合行动 十二月中旬 马随率部禁至十州 何取六湖州 就是统称有州 在今天内蒙古厄托奇附近 素闻马随的威名 于是乎望风归降 得知唐军数路出兵 上街赞大巨 正所谓乌漏偏风连夜雨 这一年东春之交 土博境内有爆发 大规模自然灾害 养马多死 粮运不济 上街赞万般无奈 只好屡屡派遣使臣 向唐朝求和 德宗当然知道 这只是土博人的缓兵之际 于是断然拒绝 上街赞一看 此路不通 随就派人携带一份厚礼 和一封言辞 极度谦卑的兴趣见马随 承诺要将这几年 侵占的唐朝的诚意 和土地拱手奉还 马随心动了 既然出兵的目的 就是要夺回被占领的城市 现在土博人愿意主动归还 那又何必动刀动枪 劳失伤财呢 马随随即驻兵十州 不再向土博境内推进 同时上奏德中 极力主张于土博一和 朝中的文武大臣 就此分成两派 主战派是李胜韩尤环 以及前不久 入朝为相的寒荒 主和派是马随和 另一个宰相张岩赏 马随和张岩赏 之所以极力主和 除了对时局的判断 与主战派不同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都和李胜有过节 所以刻意和他唱反点 尽管有主和派的智仇 可刚开始 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 因为李胜和韩尤环坚持认为 土博人向来无信 弱则求猛 强则入扣 此时求和必定有诈 德宗对此也深以为然 而韩晃为了加强德宗的信心 更是主动提出 与土博开战的军费和良想 统统由他去筹措 不需要德宗 劳心费身 此时韩晃仍然坚韧江淮转运使 有了他的财政支持 那德宗自然是底气十足 于是否决了马随的义和要求 并且敦促他继续进兵 真元三年公元七百八十七年春天 正当主战派摩拳擦掌 准备大举出击的时候 形势忽然发生重大逆转 朝廷的钱袋子 德宗时下最倚重的财政大臣韩晃 这一年二月份染病身亡 主和派趁机发动反扑 开始从两个方面 对德宗施加影响 这两个方面 一个涉及外交 一个事关内政 可以说是德宗身上的两个软肋 那么这两个方面 都是哪两个方面呢 德宗最后 有没有和土不仁议和呢 与之后事如何 解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